烂掉的番薯葉怎麼辦? 當然是跳著吃囉 這個是番薯葉 地瓜葉炒蛋 味道還真的不錯 很營養很好吃 自己動著番薯葉傻傻的 就經過了洗滴浸泡之後 沒有想到擺到忘記了 結果呢 一個一個爛掉了 葉子黑掉的部分呢 就全部拋棄 那透過這個挑選還有一些存活的 那就用剪刀把黑的部分全部都挑掉 番薯葉就沒得吃了 就只能把它剪碎 那剁碎之後呢 再慢慢的配合一些佐料呢 這些都是壞掉的 泡水泡太久全部報廢 那只能夠愛無喜悟的把這些番薯葉呢 挑掉拋棄 誰叫我傻蛋呢 那麼挑完之後呢把它剪碎 剪成這個 像菜渣的樣子 剪碎之後呢 擺著備用 然後再配合那個其他的佐料 譬如說辣椒 大蒜切末 薑黃增加的這個蛋的香氣 然後呢我們準備要下鍋要去做它嘛 對不對 那麼先把低瓜葉呢 先做一個準備 低瓜葉呢先進行這個汆燙十秒鐘 撈起來之後備用 然後再配合蛋汁 然後蛋黃 整個兩顆蛋把它打拌均勻 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準備下鍋 那我選用的是那個牛油 先把牛油燒熱之後呢 小火 小火 慢慢的呢把它 煮沸 讓它啤啤啤啤 然後再來呢我們再把薑黃 把薑黃 辣椒 大蒜末 大蒜末 蒜頭末 把它的丟進去 變香 變香之後呢 等到那個味道呢 嗆鼻齁 出來之後呢 我們大概會形成現在這個樣子 香噴噴的 然後再把蛋 拌我們的這個 低瓜葉 半薯葉炒蛋 原本要做的半薯葉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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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這個 適當的火候 中火就好了 不要打火 打火怕焦掉 然後 退而成了去 然後最後呢 把這個 這東西 撿爛 再來呢 再把它 因為它黑掉爛掉了 半薯葉撿爛之後 然後再來做 把這個蛋 煎到差不多收汁之後 不會沾黏的形狀之下 然後呢 再用那個 大蒜煎黃 辣椒爆香 那你還是要熟悉翻鍋 把蛋煎得恰恰 哪怕是把 煎得恰恰 我們試試看 接下來我就會加一些胡椒 經過一般樓齡後 番茄醬 吃起來真的不錯 第一款叫炒蛋 今天單單好菜